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请来GUM的Michael Hello Hello Debbie 你好 好久不见 你坐在这里先讲讲强积金的攻略 是呀 头五个月合计OK 不错 是呀 不错的 人均赚5200多元 如果year to day 计算是过万元 是呀 强积金成员不是牙痛的声音 是呀 大家开心点 最重要是港股又弹回 一直以来港股都占强积金 就是一个三成多的相当高的比重 港股又弹回 大家开心很多 是的 如果计算股票相关基金 其实在强积金里面的比例 和万元基金一起都差不多去到80% 是的 所以大家最紧张就是股票做得好不好 如果真的看回报大家可以慢慢认识 似乎今年初到现在虽然5月 环球股市又出现了一些波动 特别是5月的下旬 很多地方都开始有些 拒绝了一些钱出来 但是集体看到整体拉环的表现不错 那你们呢 旗下拉出来看那个股票的基金指数 都升到差不多6.7% 未来有没有信心 其实都是以这个资产组别带头呢 我想这样看的 港股呢 我想大家都确认了 或者大部份都确认了 是见底的了 今年年初的 Blood 1.5万 即是1.5万点以下 是见底的 然后上回来 近期大家看到那些南向东很厉害了 不停地买东西 过了百亿的东西 不停地买东西 是啊 是啊 所以我想近期的资金 那个流入呢 这个是主导的 所以 就那个这样的情况 都是理想的 再加上 就是 就是中央就出了很多招 就救樓市 认防不认态 最近听到只是交息也行 不需要还本 调低收货领导 所以内房的问题可能还有一些 但是我想未来的情况会好一些 现在我想最重要的是消费 如果令内需好一些 就会好很多 如果内需环球整体影响股票的因素 其实除了中央将会不会出招之外 其实外围都会继续看美国联储局的息口走势 因为有几大央行都率先减息 那些成员有没有问你多一点意见 in-house方面怎样看 当然有 但是我们这样看的 如果你说美息也是波动的 如果你看回过往的息口 上上下下 像坐遥遥那样 美国国债 是啊 那些二十年的又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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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真的都很令人费解的 但是整体来说我们都觉得 就是那个通胀或者就业 都是很慢很慢的 但是有时候反过来 好像上星期五那个飞龙 那么就吓到全世界一 马上减息预期 只剩下一次 本身三月的时候还说有两三次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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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息口的走势 我们都觉得其实就今年减一次 都是我们in-house的看法来的 OK 甚至有可能有机会不减 就是视乎数据 因为那个通胀 其实前几年派钱都派得多 是啊 是啊 资产通胀 是啊 大家都拨命花钱 所以那个通胀下回来 都是要一段时间 都是上上下下的数据 我们看到的 如果看回美市 就真的要看回科技股 是啊 是啊 稍后会和你再慢慢拆解一下 好啊 好啊 不过看到减息预期是暂时来的降温 看今个星期美国CPI数据 因为星期三就预为超级星期三 有CPI加上的 过多几个小时就联储局 就是预息的声明就会出来 究竟是如何预示利引息口走向 就是今个星期自有揭晓 我们看回强迟金 就是过去几个月的表现 2024年初到现在 几大的股票基金指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头几位呢 是不是 日本相关基金的选择都是比较少的 但是日股的趋势是继续向上 曾经去过日经 就是你四万点 接着又回回来 其实我都见到身边有很多朋友 基金面上都会追回进去 不过带头的依然都是美国 其实欧洲都很厉害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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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就是日股就是过去一年 过去几个月 就是由年头到现在都升得相当好 但是就简直不多 你都知道的 希望多一些 希望多一些 我们也希望多一些 希望可以有多一些人 会做多一些日股 给我们去选择 但是大家要留意 其实它的经济面都OK的 因为都是通胀来回来 大家都看到 有机会 可能会加息 是吧 但是日元的贬值 因为你知道 那个息差差得这么远 你做carry trader 真是挺好玩的 是啊 所以最近压低了日元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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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日元都跌了差不多10% 从年头到现在 大家要小心这件事 然后再加上强热金的平台 就有点复杂的 因为所有的 就是大家买到的基金 都要三成的港元 港元 那样的佔比 所以很多事情要做Heading 所以令到那个情况复杂了 所以大家看到 仪光幕 那个日股升了12点多 但是其实日经又不止的 日元又跌了 然后接着又Heading 所以是比较复杂的 是吧 如果大家要小心点 因为那个汇率的影响 其实你看到那个基金的货币 有没有做对冲 是需要做足公司的 是啊 是啊 因为你一个的货币 一年跌一成 其实你分分钟就将你的财富蒸发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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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真的要小心这件事 是的 但是现在你暂时 譬如观察到一些 譬如成员的资金流向 反映到他们最近的风险委纳是怎样的 因为如果我以更新的数据 最新至上周的环球资金流 依然是很想继续买入股票机构 是的 无论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 资金流入量到6月5日为止 而那个星期是分别110亿和20亿美金 全线入股票 当然固定收益也有量为增加的流入 但是戴头盔的 因为那些货币市场基金的流入是7个星期 没有停过 那个资产规模超过6万亿 那些贴近纪录新高 是的 就是大家是不是都戴着头盔来冒险呢 哈哈哈 就是这样的 因为呢 如果是奖资金成员的调配呢 就都挺跟风的 你看到 如果你看回呢 就是最 开始今年的年头呢 其实如果大家看到那个 资金流向那一幅 那一幅 那一幅 就是 就是 现在美股是七十几亿 嗯 但是呢 如果你看回年头是九十几亿的 就是有些又转回去了 缩了 是的 缩了 缩了 但是呢 它主要都是欧美日为主 所以就是那些人都看到一路 其实过往那几年 大家都知道 欧美日故事都做得好 是吧 再加上债券都做得好 所以 那个DIS那个核心累積基金 其实那个回报 表现好 是不错的 是的 而且比较稳定一点 因为它是分散的 所以都是不出去进去的 日本大家不用说了 是吧 环球就是好像个核心累積基金那样 回来大家看到第五位呢 就是有千多人走进去保守基金那里 所以有少少大家都看到 有些人都觉得 唉 这么烦 不要烦啊 那我不如买进去保守基金 因为它都有4厘多的 4厘多的 4厘多是OK的 10年债息都4厘多 是的 去到现在都有1.6厘 那如果你建设一下 5个月有1.6厘 那12个月 起码有3厘多4厘 那找赚3厘多4厘 那又不差的一个回报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方面 就会有少少两极化 就是股票基金会多的 但是 都有一些人 放了钱到保守基金那里 都要的 因为你的市场升得这么厉害 有时你的心理不平衡 就是 你也有点害怕的 是不是 而且强积金 竟然不是比你出出入入 这么频繁 但是 因为我见你这个数字 如果官方的数字 就去到4月30号 但是你知道 5月1号 就有很多方向上的转变 是的 会不会你自己目测到 那些成员多些钱 其实真的 回到我们这边 中港股票 有的 但是暂时还是很明显 因为始终都是 港股在那样的表现 过去那几年 真的比较弱一点 跌足四年 是的 所以大家这方面的信心 可能都需要一些时间 才可以建立起 我见到有些 但是就 不是很多 没有像美股这么厉害 九十几亿 七十几亿 没有这些数字 是的 我身边很多朋友 想美股调整多些 因为不够火 不过我们这边就估值蛙地 是的 之前我见过 我们有港股的PE 都一直在那些十的楼下 是的 譬如现在大概八九的水平 如果基金经理来说 都觉得相对较便宜 是的 但是为什么个个都不敢 很长仓 或者进来真的坐多一会 是否有些重大风险 我想你说如果说北水 北水 大家看到近年很厉害 你刚才有说过 是不是现在很多 但是你说其他资金 他们要走进来港股 去买进去的时候 暂时我们看到 都还没有成气候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地缘政治的角力 中美关系 都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外国基金 或者外国资金 要走进来 它的风险都很大的 再加上都有一些政治风险 不知道搞成什么 中美大选 不是大选 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 再加上利劍行动 利劍行动 都是一个 就是比较大家担心和关心的议题 所以在美国大选 有了结论之前 甚至有了结论 我们觉得那个中美关系 都不会好的 因为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 那样的竞争 很难说 大家坐在那里 拍肩膀 什么都搞了 很难 虽然今年来 两国的外交频繁了很多 或者大家真的聊了很多 但是你看到 那些招数在桌下 对 最多是好 比不聊天 对 所以 你看到那个话 你们会经常和一些 成员 或者一些机构 那些 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 是的 问你们的问题 多不多 多人问 现在呢 坦白说 我们每年都做调查的 是的 很久以前 大家觉得 总之 行政做得好就可以了 但是近期 不是的 就是那个基金表现 排了第一 第二位 拋来很远 是啊 拋来很远 以前收费 收费很重要 但是现在不是的 第二位才是收费 第一位是表现的 所以大家都比较紧张 一些的 就是我们看到 都多问题的 那当然 是不是去到 全民都很喜欢问 那当然不是 还有一段距离 始终我们所说的 中共股市就双了大家的心 是的 之前有时候 就是出去做一些 强积金相关的工作的时候 看到那些成员 全部一个 是的 都面灰灰 就是因为 持有中港股票 这些比较好一点 是的 这些比较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 如果论基金表现 那我想说美股 就一定是 有很多人问的 特别是 其实就 不是很调得下的 就是 你几大指数呢 其实你回收的percent 你见到那些钱 就又中回入行 是的 特别是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AI 牛小走那么久 就是以半导体指数为例 譬如你看 我一整个 费成半导体 你见到大幅抛离 是的 现在不是说M7 而是N1 M1 只看着那些股仰NVIDIA 是不是 那个趋势 有没有过热的感觉 如果你看回 整个Ecosystem 不要只说那些chips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你做一个AI 不是只是那些chips 整个Ecosystem 怎样用 Database 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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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它的设备 那个需求 那样 其实就像你说的 就是半导体都升了很多 那就是NVIDIA 其实你见到 不仅是半导体 就是那些cooling system 都升 是的 整条冷却系统都升 是的 因为那些系统热得很重要 还有电力需求又升 Sorage又升 那些伺服器都升 因为要有伺服器才行 没有伺服器 很多伺服器 水母股都升 是的 所以整个Ecosystem 就是相关的一些行业 都升得不错的 再加上我们见到 就是 就是我们自己都有些研究 我们都想 参与多一些AI 大趋势来的 大趋势 最好快一点 那我想看一下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自己 都用一些AI去做 那整个Ecosystem 它是做得相当之好的 那就是说 你用开它的chips 因为它的Ecosystem 是配对着它的chips 做出来的 那你很难 就是你用开那个软件 是这样用的 那你很难改你的习惯 对 对 所以它那个持久性的需求 都是我们见到 都还会在 再加上大家看到 Eon Musk 都买了不少了 对 那如果你要做AI 都真的 它都应该是首选的 那就是 现在都还是一些 初创企业做出来的那些 但是我们见到的趋势 都是说 是一些私人企业 都开始去 越来越多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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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越来越多的运用 如果你看到美股 其实 你不要只是一个sector 是不是 做到很多东西 那就是有需要 都要其他sector 都是做一些盈利出来 令到整体美股 才可以大幅上 如果不是 有一些升一些跌 那你AI上升 但是虽然它佔很多 加加上 只是头那两只 都佔了整片 是的 市值 市值那么多 所以 都要有其他相关的行业 都做得好 才可以 那我想 慢慢地 AI真的可以 令到生产力提高 令到这样的盈利 是会好的 那这个我们就 尝试看好的 不过现在去到这么高位 大家就 小心小心 小心少少 如果S&P500 你看到图上 今年来升12% 但是除了NVIDIA之外 其实只是升5.98% 如果是除M7以外 升幅只有4.9% 所以大家就感觉到 集中是多么夸张 是的 很厉害 暂时来说 看到企业盈利方面 其实每个季度 看到一些分析员都在调高 即使看 即使看一看 究竟 未来是否可以允许到 才能支持到 这个20倍的市盈率 预测市盈率 如果是这样 仍然有少少的风险 是的 我们在我们的强积金 那里 说的 组织也应该很大 是的 刚才我们就说过 其实 有些东西回避 包括可能一些 保守型的基金 或者一些固定资产的选择 但是说真的 这些基金经理都叫我 买几年债券 你现在的息口的走势 这么不明朗 以及不停地大幅波动 减息的cycle 什么时候开始 他们的表现 真的落后得比较紧密 是的 那固定差一点 就是 放在那里做什么 今年这一套 我买美国综合债券 都在输1%多 是的 我们经常都说的 我想你刚才有说过 就是强积金 是一个长线的投资来的 就是真的 视乎你自己的目标 想赚多少 就是有些人想赚多一点 但是你散仓一点 你当然要承受一下风险 是不是 你想稳定一点 现在真的固定入息的保守基金 其实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大家如果看到这幅图 就是说 这个保守基金 都是固定入息里面的资产 分别就是保守基金 橙色那条巴 是的 橙色那条巴就是保守基金 然后浅黄色 如果大家看到浅黄色 就是浅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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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黄色那条 就是这样的债券基金 你看到今年真的是上上落落的 就是很厉害的 因为 简单一点 就是因为大家 有时是预期联储局减息 有时是预期它加息 有时是减六次 有时是减三次 跟现在是一次 你上上落落 就令到那个债券价格 就上上落落 那债券价格上上落落 你的基金价格 就上上落落 就是风险比较大一点 如果真的想说买固定入息 我们都提议投资者 就是短期那个money market 就是保守基金 拍着那些钱 拍着那些钱 其实都不差的 但是保守基金是不适宜长渣的 正如你所说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说 如果你真的想赢通胀 长远来说 保守基金就没有钱 就是0.19% 是啊 有时很多时候是0 如果你说09 10 那时候没有利息 那时候真的只有0 分分钟就认识 连那个收费都扣不到 要迟些 哪些钱给他救回 那这一轮是好一点 那正如你所说 先拍着 如果是不想搞那么多东西 就是 穿穿定定 那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如果说下半年 就是有那么多的风险因素 也不知道会怎么发生 你会建议 譬如现在我们的股票里面 有股票 有固定收益 你觉得比例 怎样舒服一些呢 这个呢 其实都真的要看他自己个人的 我经常都看这些投资者 首先第一 就是看自己的风险承受力 先到什么位置 是吧 82号 64号 或者是 反过去 8月2日 真的要自己了解一下自己的风险承受力 最主要就是 因为 不想在跌市的时候 或者大升市的时候 乱买乱买 乱买乱买 就很容易去做这个 做错决定 那就输了 人家赚你就输了 你就不开心了 如果不是说大部分人都是 六四比 六成的股票 四成的固定收益 如果你固定收益 不担心的 你就放了保守基金 那一部分就很複雜 很简单 现在很简单 如果你说 那个股票的配置 那我们觉得 港股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像你说的 股票上都低 放多一点 放多一点都OK 那美股或者欧股 都可以考虑的 日股 就小心一点 汇率 和汇价 是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看如何整理一下 这个仓 不过 接下来有一个 强积金的制度 都这么多年 运作了 未来这一两年 都会比较多一些 结构性的改革 是 我们六月底 就将会有一个 EMPF的出现 是 积金2的平台 是 是 是 就是去年都听你说 很多人开始不知道怎么办 是 现在很近 是 现在这个流程 或者大家的教育 还去到什么 水平好些 大家在刑根目看得到 就是 其实就是这样的 强积金的一个 供应商的行政 那个情况 行政那个部分 要搬去这个 积金2平台 其实就在今年年头 就看了线 在四月几 看了线 大家看到 6月26日 就是第一间 就是万通信托 就是会 加入平台 接着就是 中国人秀 交通 中亚 渣打 东亚 都会陆续等进去的 如果你说 开始登记 应该 今天好时间了 就是明天 就是第一个 可以 就是日子 大家可以开通了 平台 可以加入 就是如果是万通信托 的客户 就可以开始开户口 出线了 开户口 然后接着26日 大家会 就是开户口之后 26日就会看到 它在万通信托 那些数据 那么 7月10日 就要公款 最后期 就是如果不是就罚了 是 说不说得及 好像有点急 是啊 是啊 相当急 我想大家要了解 就是一个 资金易平台 它那个搬迁 就是由 现在那个 受托人的行政程序 就搬去这个资金易平台 做这个行政程序 那个空间是真的很窄的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要搬Data Data 就是那些数据 未搬之前要做好 那就是说 在未搬之前 那个 就是现有的受托人 要收了钱 剩下的东西 那些东西 它才可以搬去那个新的平台 是吧 是吧 然后做了登记 接着又给了那个账单 大家给了钱 这样 才可以开始生效 所以大家看到 就是说 其实最多只有一个月的空间 是的 就是厂处有道理 没理由停了 是的 没理由停了 没理由停了 没理由 是一定要做的 所以最多呢 就是由旧那个信托人 搬去那个新的资金易平台 是最多只有30天 就是只多供款至供款之间 那你只有30天 在这么多事情的程序底下 就是你要说很多时间给你做 就是不要这样期望啊 也都没可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要准备好一点 那我也呼应一下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资金易平台是个好事来的 是的 因为以前有很多 就是我们梦想的一些 就是应有的权利 都现在可以做得出来 以前做不到 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说 我是要把钱人去这个平台那里 我是把钱人去投资的 但是你说 给回一张综合的月结表给我 或者综合的 不要说月结表 连结的都没有的 是的 或者有几个批评 我就收几个批评 对啊 又很混乱的 是啊 也不知道怎么看 究竟我账了还是亏了 完全都没有 有了这些资金易平台 才可以应付到大家 这个基本的需求 我经常都说 所以大家支持一下它 是的 之前很多朋友都说 做过这么多工作 那些户口飞来飞去 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有多少钱 是的 接下来就整合了在一个平台里面 所有东西都一目了然 整合都很困难的 现在不是容易的 第一 你要记得 你自己有哪几个户口 在哪个批评 是的 就算你记得 你还要有个户口号码 对 我那次做过一次 我做了四个户口 加上一个 我都花了很多时间 找回所有资料 是的 理论上来说 如果是资金易平台开通了 你是一个个人的固员投资者 其实你登记了进去 理论上就是说 你可以看完你所有户口 是的 还有很多数据你自己都可以看到 如果真的有心做的 可以做到的了 所以整合 方便一些自己管理 当然都可能有需要的 但是大家都要了解一下 可能多开几个户口 可能很遲 为什么你可以 多买一些不同的基金 是的 因为一个个 受托人 其实他们的 基金都不同 是的 对 现在日本 只有三个 是的 我想买日本 如果那里有 我那里有 那你就不用取消户口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可以这样考虑一下 还有 都希望来一些行政法 真的可以整合完之后 真的减一减 大家舒服一些 如果你说 第一家这个万通信托 它那个 就是通知大家 登记那些文件 或者这个 资金易的平台 就是推行这些文件 其实都已经是减了价格 都减得挺可观的 是 双位数 如果你说百分比有的 是吧 是吧 有的 就是金局说 目标的头两年减36% 是 那它那个数 就是用平均数的 整个industry 就是它 就是见到 现在收紧的 就是那个平均数 还有它 就是推行了那个计划之后 它要求一些 就是在行政费用的收费 那里 就这样做一个比较 如果是 就是 就是根据那个计划行 是真的可以减了 30%多的 那 所以大家都 就是 开心点 是吧 就是可以有个 减费 减费 应该理论上来说 就收少些钱 那就会高些 好了 那我记得 我说大家 6月26日 就是陆续不同的信堂 或者平台 就会加入 这个EMPF里面 大家 如果是成员的话 就留意一下 你们的程序 大概 24个强益金计划 和相关的一些信托人 是会陆续加入的 是的 大家留意一下 一些通告 然后就配合一下 好 今天谢谢Michael和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对话 谢谢David 下次再来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